這也是一樣 剛剛講 為什麼醫生不願意把他管 病人家屬要求把他 醫生裡家屬更愛這個病人嗎 不是耶 醫生背後有原因耶 他如果這樣做會比較不言 為什麼 我們要去聊天 所以醫學倫理 它是規範醫療型的 讓我們更合乎人性 那大家做志工啊 也會學到什麼叫做志工倫理 他主要是希望我們志願工中能夠天堂地久 要保護我們倫理跟法律 倫理一些規範 一些準則 讓我們可以依循 那一般我們在講 安寧華麗奧條例自然慈善中 就會講到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它有四個基本的原則 這請大家稍微聽到了解一下 那四個基本原則其實很簡單 尊重他的自主嘛 比如說你有一個90歲的阿嬤 住到醫院去 那個阿嬤說可不可以不要放鼻管 她都吃不下 醫生又要放鼻管 然後阿嬤說我不要放鼻管 因為昨天放完之後很難過 我根本睡不著又把他掉了 那到底決定要不要放 這就是一個決策 對不對 在決策後面要考驗的是什麼 尊重自主 阿嬤說不要放 她是不是因為放了她要放下來 是不是尊重自主 不傷害 放鼻管讓她一整個晚上睡不好 好像傷害到她 可是不放鼻管 她營養不夠 視野傷害爸爸的 對她有幫忙 放鼻管之後營養 可是對她睡眠沒有幫忙 夢裡真意 這個案例沒有辦法 所以醫學倫理 就是用這些來想的 來想的 所以最後決定要不要放 沒這麼簡單 對不對 四個原則很簡單 但是內容要討論很多 這是一個故事 原住民夫婦有六個小孩 一個得白血病 醫生說白血病 是啊 一半的機會 是啊 但這中間要補錐椅子 要化療 要什麼 你們要有家人來照顧她 他們決定 把小藝人帶回部落 因為部落 有部落的烏衣可以治療 怎麼辦 父母有沒有權利這麼做 父母 這小孩子是我的啊 我生的 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們不要管 我不能只顧這個一歲的小孩 我另外還有那無罪小孩 我們沒有人去工作 餓肚子咧 生小孩很容易啊 再生就有的 這個是她的命 她的病 她重病 沒辦法 尊重自主啊 那有決定這麼做嗎 我們不傷害 還有化療百分之百會好 馬醫生 如果你百分之百會好 我就接受 可是你說只有百分之五十啊 而且我還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也不見得會好 可是巫醫 部落的巫醫說會好 那我當然去找那個啦 醫生你跟我說化療 有效不百分之二十或是三十 不治療會少吃火嗎 所以公平正義則 要考慮對病人最好 還是對這個原住民家裡最好 要考慮學的利益 醫學合理 真正考慮起來 睡也蠻麻煩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有名的案例 有一個罕見疾病 PNH 心要每名患者 一年治療費用1600萬 一個人一年1600萬 一個月13000萬 這個有上報紙 討論很久 我們是從畫紙直接抓起來 真繼續長期使用一年1600萬 費用十萬會 整治標 讓他生活平時的好一點 很多症狀法根治 現今上有 就是療法可以使用 因此站為公平 但是海病他們主張啊 這個患者有十幾人 十十多人 海病起來會替這十幾人發生 這個心跳可以讓他生活平時的很好啊 為什麼沒有用 最後審議為會還是沒有用 為什麼 公平正義原則 抹人享受等於是剝奪其他的收益機會 這一年治療1600萬 十六個十幾個人療癒 這療癒可以拿來做多好事啊 可是海病的患者說 那我的人權就不是全嗎? 我也一樣找健保費啊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力學倫理的 所以事情需要討論 好 好 那怎麼辦啊 現在我們腦袋亂沉一起來了 好像都是公說公有臨 公說公有臨 公說公有臨 那我們到底怎麼辦 好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在做倫理討論的要點 就是要了解個別性的差異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那我們在討論 像剛剛那個90歲的阿嬤的時候 要不要放鼻管 他的價值觀 他就說我90歲我活到90歲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差不多了 我也不想活那麼久 而且我現在手腳 什麼腰痠背痛 什麼都出狀 可是他孫女 他的小孩 他的觀點是說 哎呀那個能夠活久一點 那要活久一點啊 不會啦 我們都很愛你啦 你要好好活下去了 等到你們 因為我有很多老 我也是高齡醫學的醫生 所以我給我很多老人定 他們只能不能說 我們第一次 有一定齁 你活到老 你就會知道老人很痛苦很可怕 人什麼 九十幾歲 八十幾歲 但是年輕人不知道 他又一直勸 哎呀 好啊 你要聽醫生的話 年輕人反過來 把人家當小孩子的教訓 沒有很多 所以到底 你是不是有注意到 病人的個別性差異 有沒有什麼病家觀念 來討論整體的益處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討論之後呢 是兩個 價值衝突的時候 是兩個善的選擇 不一定會得到對或錯的結論 能夠超越善惡 不是說我主張比較對 啊 阿嬤你要聽我的啦 你要聽醫生的啦 醫生是為你 這個呈香爛掉長 那個放鼻管啊 勸你啊 然後這個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趕快好起來 然後你就看那個阿嬤 醜眉苦臉 醜眉苦臉 後來緬為待 那那個部分就沒有做充分價值觀倫理的討論 所以臨床決策 多了解之後再做選擇 好 所以在我們討論醫學倫理的時候 要知道一週米200樣的人 大家的價值觀想法都不同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價值觀不見得比較優秀 像我在醫院工作 有時候我們在交單的時候 有的人就會說 這個病人常心都吃中藥 意思就是說他健康前會偏差 他都會吃西藥 那時候我就會反過來問他說 可是中醫藥他是看健保的中藥 也會起步啊 健保也會起步啊 他也是有一個他自己的體系啊 為什麼你會這樣子看待他 好像是他知識水準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不見得比較優秀 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跑去勸進路怎麼說 啊那個夢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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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都有不同的時空配景 就是我們要尊重特別差勢的去溝通跟了解 好 所以醫學本體的重點是討論了解 傾聽了解對方的想法 為什麼會這麼想 好 好 我舉個例子 好 我們現場 有些人會買肋頭 全部人會從來不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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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是美其買 有些人是偶爾 對視 廣告就去買 感覺都忘記 一樣 我們在做醫療決策的時候 比如說一樣膽結石 醫生建議說 欸你那個膽結石可能要開刀 如果不開刀的話 欸 你已經第三次到急診發炎了 如果不開刀的話 下一次發炎來可能很危險喔 可能 敗血性休課緊急開刀風險很大喔 這樣說 有些人他也是死不開刀 因為他有一些印象開刀 印象很不好 他那些印象沒有辦法消除的時候 他是死不開刀 有的人他就會 欸 聽醫生專業的意見 那有些人呢 是 醫生 那個 那個醫生說要怎麼樣 他就完全信任都有 所以每個人的那個 這個價值觀偏好是不同 那我們之前講到這個時候 我們常會舉那個 大家知道以前在演那個超人 有一個 對 有一個美國那個演超人 扮演超人的 可以只多說 他因為 會被意外 脖子一下就有癱瘓 假設你跟他一樣 四十五歲 五十歲 那下一次 好癱瘓 那現在醫生告訴你說 他有一種喔 離床試驗還在進行 就是換這個神經 有效的話 你就可以恢復正常 可以活動走路了 沒效的話 可能這個手術過程很危險 沒效的話你可能會死亡 有效的機會跟沒效的機會 是一半一半 再來 請問在座的 你如果是科里斯多佛 你會不會想參加這個 明書要試驗 費用全免喔 因為是明書要試驗 費用全免 好 不想參加來請舉手 好 放下 有些人不會想參加 好 假設我現在喔 醫生跟你解釋條件變喔 有效 有效 你可以自由行走 好 可是有效的機會 只有百分之二手 沒效的話 你可能在手術過程就死亡 還會想參加的請舉手 好 還是很多吧 好 你們這些人 就是覺得自由 不自由 無你手 對不對 今天喔 今天醫生跟你說 這個實驗的臨床試驗 有效的機會 可能不到五成 沒效的機會 失敗的機會 百分之九十五 全面 不是五成啦 5%啦 百分之五 這樣會做的請舉手 還是有些人會做對不對 好 那我們 當我們理解這些人的時候 我們就瞭解說 喔 原來自由對他很重要 臥床還哭死了 算 所以即使 是 是有機會 代價一點點 齁 但是 我還是 他還是想做 齁 但是 針對這些人 我們如果條件又改 我們說 機會百分之五 然後 費用一百萬 齁 齁 一百萬 齁 齁 齁 也跟那個 那也有人 他會覺得 這錢都不重要 錢都是身外之五 健康本來最重要 有百分之五的機會 很高了 一百萬 我願意出 齁 死了就算了 我死了這錢 要不要改下 也得重要 所以這裡面就是 每個人有他自己人的 價值 喜好 偏好的五分 我們在做倫理討論的時候 一直強調 要 不同的價值觀 非常重要 所以 我們在做倫理討論 一定會主張說 多去踢 對方 好奇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他為什麼 希望他的阿嬤能夠放鼻管 餵食 即使把他綁起來 忍耐一下也沒關係 那這中間要怎麼來 互相的夠理解 然後 做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 一個結論 這就是醫學人聯討論 好 重點 按自己的心 不會自己的良知 那有時候 我們都解說了 我們都解說這個缺點了 壞處了 都解說了 可是病人家屬還是說 還是要做化療 還是要盡力試試看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只能怎麼樣 往後退一步 放下 好 因為 我已經把我一切都弄下了 我已經把我一切都弄下了 感谢观看